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3月以後 又是有很多新聞 踏入3月份的第一天 一個好開始 姜濤的新聞 都是最主要 都是好東西來的 好 講第一單好東西 就是這個iBaker 主辦 香港2022年 香港社交媒體 風雲榜最終 選出了十大 昨晚的事 姜濤有份 10個 不同的社交媒體 風雲榜榜 即是說他們的影響力 在2022年 就得到很大的 認同 其中一個當然是 姜濤 除了這些 歌手歌聲之外 林明晶也有 歌手歌聲之外 還有一些最紅的Youtuber Emma Wong 譬如托哥 MC的歌手 基本上就是用它 幾個層面去分析 在姜濤身上 譬如姜濤的影響力 譬如一舉一動 雖然 2022年 都由MIRROR的紅腕事件 到了 903腳傷 斥渣樂壇的表演事件之後 姜濤基本上 半年的產量 不是很高 但是 它的影響力依然是非常之高 還有網絡影響力 有多不多人說 網絡各紅的指數 高登仔之前的報告也有說到 就用數據 有多少數據說它 風雲人品 網紅 製作等等等等等等 姜濤 都是十大之一 還有什麼呢 如果說明星 譬如謝安琪和張繼聰 張繼聰拍戲是什麼 但謝安琪就真的不知道 陳柏宇就不知道 不懂評論 張敬軒也是 還有 張天庫MC等等 都不特別說 其實我最想說一件事就是 這些選舉 他都拍了一段片 拍了一段片 就基本上 講這個社交媒體的影響力 其實姜濤是No.1 昨天很多姜濤的group 後門會都有講這件事 大家都很開心很雀躍 但大家就忽略了一件事就是 究竟這些選舉 究竟那個 後面的操作是怎樣呢 究竟那個影響力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不會否認姜濤 是那個最高影響力的人 那十大一定沒有懸念 至於是否2022年最大影響力的人 我告訴你一定肯定是 但反而這個report 又沒有特別強調這件事 反而他做訪問 找到一些訪問的人 去做一些拍短片 但反而姜濤就 因為有頒獎 有頒獎 這個風雲人物 但是姜濤就未見得到 有可能他未找到 基本上很多姜濤 和不同的姜濤的支持者 都對於這個report 都抱這個正面態度 覺得這個就是很合適 和很合理的一個結果 那自己高等仔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些選舉風雲人物 老實說有 而且是頒給姜濤的 無所謂 多一兩個獎 沒有 也都大家明白 這個是怎麼操作一回事 至於你說 基本上2022年最大影響力 無論在他的個人 或者大眾層面 姜濤的影響力已經滲透每一個階層 而且他已經是不妨多得的一個人選 他的影響力已經貫徹了每一個階層 但是問題上 你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這些選舉制度的標準是怎樣 那我就看完他那個 都沒有特別說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我們就不要太過依賴這些選舉 就是你問我 心目中高登仔 心目中 究竟誰最大影響力 是吧 誰最好的表現 在2022年 其實都不用說 一定是姜濤 就算主觀和客觀的因素 都是這樣說 是吧 所以有時候 我們之前不是有些 什麼唱歌選舉 網絡選舉 那有些 有些 突然間 姜濤本來是排頭 然後選舉不到 那大家 很大回響的 那 那高登仔那時候都說過給大家聽 其實這些東西 真的不用太過解懷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這些比賽 人有人決定 對不對 他有他決定 所以基本上呢 就不需要太過 解懷這件事 因為始終人家有人氣 就是你 將這個獎 頒給姜濤 我們很開心 很樂見其成 很希望可以得到 但是如果不頒的 就是一個平常心 你有你的玩法 但是我們有我們 關不關注你的選舉 以後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決定 所以這個十大風雲人物 2022年 就是一個姜濤得獎的消息 都好的 起碼入選了 證明大家的決定 都是正路的 這樣 對不對 這樣 那 另一件事 就是有趣 有趣在什麼呢 另一件事 有趣在說 這個 Baby Mirror 其實Baby Mirror 其實Baby Mirror 就是2022年 就是上一陣子出產的一個產品 這樣 但是為什麼要拿回呢 近來呢 原來呢 在網上就說起一件事 其實是有一些 產品 一些二手賣賣網 這樣 講這個 Baby Mirror 有一個賣家 就想賣他手頭上 MIRROR12指 12隻公仔都有 是Baby Mirror 那 大家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討論點 就不是說 買家賣多少錢 因為他就賣30元一隻 這樣 如果12隻 就三百六元 那我又覺得 又不是說一個很大的數目 如果 喜歡就買 但是 他就要求 一買就要 買完12隻 這樣 Anyway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高度 有人呢 就 就 發起一個討論 討論什麼呢 討論姜濤 的高度 眾所知姜濤有1.7多的嘛 當然 他在隊裏面 不算最高 的人 但是 也不算 他剛剛是中 中段 但是問題上 就是說 在Baby Mirror裏面 就是 有一些 我不知道 是不是姜濤 還是姜濤的粉絲 還是其他 MIRROR成員的粉絲 他就說 Baby Mirror 就應該是 高度 按回真人比例 結果 一不提 又自可 一提 就引起 很多的討論 討論幾樣東西 是什麼層面呢 第一 就討論說 對啦 贊同這個網友所說 覺得 Baby Mirror 應該按回 他們 MIRROR12指 的 角形的高度 而去生產 這些這樣的 公仔 就算不是按比例 去做的話 都要按回 跟我的高度去排列 即是可能高少 最高的一定是最高 在12個公仔裡面 這樣 這樣排行 好了 那 我自己覺得 有兩點謬誤 第一點謬誤 就是說 你如果 真的想照高度去排位 就麻煩真真實實 譬如 那個公仔 譬如說 哪個高過哪個 多少cm 你就按回比例做 就是不要做 一整 你不要 就這樣 哦 就高字矮 這樣排下去 這樣 其實是沒什麼意義的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究竟那個出發點是什麼 因為 說明是 Baby Mirror 當 MIRROR12指 是Baby 就是BB仔 那時候 他們的高度 就差不多 好 而且你也知道他們做BB 那時候的高度是怎樣 這個 Baby Mirror 是在說 BB仔 就是小孩 那時候 所以每個高度 一樣 又有什麼 那麼出奇呢 為什麼一定要做到他們 同一高度呢 我都 真的很廢解 對於這個 這樣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 有趣的是 他們自己自身 就覺得這些 這樣的產品 一定要很執著 跟回現實 就是我都告訴你 是產品來的嘛 那產品 你 有時候 我們不是一些實體的 的 的 就是叫做實體 演繹現實的教材 就是你說 做一隻遊戲 以香港做 一個背景 譬如做一隻賽者遊戲 以香港的賽道 為背景 那我們 當然 當然 以模仿得 那麼 那些街道 可能 但是問題上 現在是 Baby Mirror Baby Mirror 就是 以可愛為主 對嗎 以可愛為主 以一個公仔 頭 大頭 那你不要說 頭和身 比例 對不對 你又要用高度做比例 真的 好可愛 現在人們想 我都 真的有些廢解 對於這些 這樣的討論 是吧 Baby Mirror 它很可愛 其實它的重點是 是可愛 不是一個模仿 就是說 有一天 MIRROR 十二指 做一個 手掌公仔 譬如我們現在做一些 很多 那些 復仇者聯盟 那些 大公仔 像BARBY 那些公仔 BARBY都不合比例 頭和腳 但問題上 你真的要有一天 要做一些 那你才說 那個 含不合比例 怎麼樣 你現在說 Baby Mirror 你如果高度 唉 我真的 我真的好笑 我真的得淡笑 聽到這些 這樣的言論 我自己的回應 就是 就是 剛剛我的論點 其實 Baby Mirror 都是可愛玩的 你又無需要 無需要 做到這樣的 地步 對不對 你說按高度 去處理 其實真的無需要 對不對 這樣 其實我的意識 我也不知道 可能提出這個意識 就是說 可能他就是 MIRROR十二指中 最高的人 的粉絲 所以 我就要做些高度 合乎我偶像的 真實比例 現作 要不然 就不公平 就是這樣 甚至 我猜的 所以 這件事 就是一個 脆萌一樽 即是 你了解到 這些人 即身邊 不同的人 和事 或者網絡上 的人 和事 怎樣去想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這麼搞笑 這樣 繼續 有這些 身份 娛樂大眾 是 另外一則 特別的消息 昨天 高登仔 就在網上 看著姜濤的 一些資訊 一些考古片 看得非常開心 對 我還在看考古片 即是去國內的網站 看 就在搜尋資訊 突然在一些 姜濤群組的Facebook 就看到 這個字 立即引起 高登仔的 一些 感覺 咦 這個包包 是昨晚出的 這樣 然後我就立即看看 什麼事 好像是一些 IG post 難道姜濤 又 又 出什麼 post 沒有理由的 我看得很厲害的 原來是一些網友 就 之前 在姜濤的IG 裡面 1月1日 back 我的 限時動態 這樣 然後下面 有很多人討論 討論什麼 我就覺得 好奇怪 這些 劇圖 即是周不時都有 在那裡 聊 那我就在那裡 看他們說什麼 那 大家原來 都掛著這個post 我的心想 真奇怪 你掛著這個post 掛著什麼 那 那個post 如果大家 我忘記大家有沒有 CAP圖 或者是後門會有沒有 CAP圖 或者是群組有沒有 CAP圖 那個back就是1月1日出的 寫個back 那就是這個 斥測表演之後 的 不是 斥測表演之前 Sorry 斥測表演 頒獎禮 當日的 之前的 CAP圖 即發的一個圖 講 我想姜濤的意思就是說 回來了 那天就是會 我想 有很多人討論 其實呢 那時候姜濤為什麼出這個post 應該就是 非常高興 還有開心 是那天呢 可以上回 舞台表演 那 但是 當然我們不是神視角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 那天之後呢 就 受到Haters 就是猛烈的攻擊 但是其實 如果現在看回那個back 我那個這樣的post 我們都不能夠 即是 不能夠 即是我們 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姜濤呢 是滿懷歡喜 這樣和大家積極呢 準備這個斥測樂壇 頒獎典禮呢 表演給大家看的 所以那天 斥測樂壇 即要說回 那天斥測樂壇的表演呢 是姜濤一個很好的表演 是一個 他嘗試一個新的風格 雖然他表演的歌曲呢 是去年的 叫做 即是叫做 舊歌啦 鏡中鏡 雖然都是新 但是其實相對 因為應該沒有出新歌 他叫做新歌 但是其實 如果出了 是一個歌手來講 出了 接近一年的歌 那也是叫做舊歌啦 鏡中鏡 那 其實 當時呢 姜濤應該是滿懷歡喜 以及 想了很久 他應該都 都估計自己 應該有些歌 是會得獎的 其實 不用估計 一定會的 那鏡中鏡 就是他的 其中一個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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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的 的 歌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姜濤呢 是表演到 這件事 還有他滿懷歡喜 就安排了 可能 甚至之後的 跪低啊 或者是 跳下台 叫粉絲一起唱 或者叫香糖一起唱 或者叫延長館一起唱 或者叫延長館一起唱 我想他自己都計劃了 的 就是看回那個 那些網民呢 都不謀以合 都有些這樣的討論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 即是有趣啦 還有其他面向的討論 譬如說說那個 那個 為什麼不用大街啊 為什麼 B-A-C-K 四個字都是用小街 那這些 這些大小街 有些東西就算了 你看 IG post 文章 即是貼文 你 要不要找個英文老實 去查一下 文章 對不對 根本都沒有什麼需要 可以這樣針對這些位 我自己覺得 那所以 這個 整個過程呢 就大家 回味回 上當日 即是現在呢 直接有一個趨勢 就是覺得呢 大家開始 我姑且用這個轉方 轉方向這個字眼 大家開始覺得呢 那天姜濤呢 在《青策樂壇頒獎典禮》的表現呢 是非常之好啊 是非常之正啊 那大家開始 真的好像一些電影那樣 他可能上畫那時候 一些懂得欣賞的人 就懂得欣賞 不懂得欣賞的東西 就彈咯 有一些人 就好像希特斯 但是我的影片經過時間的洗禮 我的電影經過歲月的磨練之後 成為一代經典 對不對 美美街市 很多這樣的戲 對不對 對不對 在香港來講 對不對 黃子華的《一蚊雞保鑣》 近這幾年 覺得都是神作 對不對 還有很多美美街市的戲 所以我看到這個1月1日那時候 IG姜濤的貼物 當然是有網民 滿心感受 覺得真的 那晚戚渣樂壇的表演呢 是姜濤一個很好的表演 我那時候已經覺得是 我一更加回望回頭 其實我想姜濤都安排了 以及預備了很久 去再表演 多晚再出來 那所以 這個就真的是一個 我內心的一些要說出來的東西 那就是 所以那些網民都很大反應 就是說 我想大家都有同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那晚應該是姜濤 準備了很久 以及計劃了要表演些什麼 所以都用盡全力去做 但是當然最後最後 那個短暫被 HATERS攻擊的時間呢 就其實不應該發生 就是覺得 唉 按錄裏 都被一些敢引的 HATERS說呢 有些都是 不甘心的 那樣的 對 那 所以我自己看回這個 1月1日姜濤IG的貼物 就 非常之多感觸 所以 亦都很多網民 亦都或者姜濤 亦都這樣說回來 那就分享給大家聽了 好啦 跟著另外一宗 就新聞 就比較重要一些了 那其實是一個討論來的 那就近來呢 就當然了 網絡上面就說了 姜濤的第11首 或者跟著下來的新歌 那個安排情況是怎樣 那 那高登仔其實之前有些片 已經分析過呢 會不會很大機會呢 就是4月30日出 那有網某就發 有網民呢 就是啟發在討論 就是一些 應援團group裡面的 那就講到呢 今年呢 4月30日呢 就估計呢 生日就一定會很熱鬧 那樣 那因為可能fans又多了 姜濤又多了 那因為 大家會不會猜 是4月30日會出第11首歌呢 還是第11首至15首歌會一起出呢 那這樣 那這件事分開幾個層面去分析的 那 第一件事 高登仔說了我自己的立論 我自己的立論就是 他4月30日就會出第11首新歌 應該會出一首而已 OK 如果製作過音樂的音樂人都知道 如果同時間出幾首歌呢 是並不容易 還有並不符合經濟效益 一會兒我跟大家講 那那些網民又怎麼看呢 那些網民呢 大多數呢 都分開了兩邊 一邊呢就說呢 4月30日呢 出第11首新歌 11胎啦 那就是希望呢 就會快點去出 為什麼呢 因為以往也有個例子呢 4月30日是姜濤彈 姜濤出生 出生入子 那所以 很多那些這樣的喜應社 就會推波助瀾去出來 就是很多那些活動就會推出來 而姜濤也都會按住自己 那個音樂的進程呢 當日呢都會可能會推出一首新歌 那還有呢 因為呢 大家都覺得呢 姜濤出生歌的那個時間 已經隔了一段時間了 那是時候呢 就出生歌呢 去給大家聽了 但是你說 現在剛剛 就是剛剛踏入3月1號 那姜濤的活動才剛剛開始頻繁了 那這些這麼頻繁的時刻 再出一個新歌呢 就未免太過heavy 那所以 我自己的分析就是說呢 姜濤應該 等他 定定先 在工作上面 即是安排得好些 和貼服些 和等自己慢慢walk up 上回軌道 先 那跟著呢 才再行去 處理新歌的問題 那至於你問 高登仔 姜濤的新歌 是不是預備好了 我和大家說 他應該已經預備好了 新歌 甚至是說 已經錄了出來 甚至是說 連MV都拍了 或者拍緊 我說 歌就應該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 MV就應該可能拍緊 是不是 你近拍見 姜濤都少出post 或者少出 我應該在密羅緊鼓 拍緊去第十一首MV 好了 那我的立論就來了 為什麼我覺得 未必會一起出 第十一、十五二 或者是孫胎 那樣出 有些網民說 會孫胎 或者三胎 那樣出 大家有一個論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是忘記了 姜濤出新歌 連帶她的MV 會一起出的 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我盡點 有很多傳聞說 十一至十五首會一起出的 那如果一齊出 那就會一次出五個MV 她不會說 我出了五首歌 MV我就逐步 逐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短期內 如果不是收不到那種震撼的效果 姜濤一次過出 她要一次過拍五個MV 你看回當時作品的說話 姜濤拍這個作品的MV 用了多久 如果她剛剛腳傷好 現在還在做物理治療 要做幾個月 大家要記住 她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還要拍五個MV 會不會都不切實際一點 會不會對於姜濤的健康 構成嚴重的傷害 對不對 所以提得出一次過出五個MV 那些人 不要怪高登仔值 我這個人真的這麼值 像Headers所說 那未免對於姜濤 是有點壓力 拍五個MV是不可能 所以我自己 高登仔覺得 那個取樣就是 姜濤應該她會在這個 出新歌這件事上 會出一首歌 而一首歌搭一個MV 是一個很合理的工作量 和一個很合理的期望 如果你一次要出五首MV 即是五首歌都還好 但是你要出五首MV 根本就是不可能 我自己就這樣看是不可能 現階段的所有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呢 一定是只出一首MV 還有另外一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出這個MV 或者出這個新歌呢 某程度上要先試一下水溫 因為始終都出了一段時間 去對上一首歌 對不對 雖然大家都沒有原念 一定會支持姜濤 一定會聽爆她的新歌 但是問題上 我想姜濤都要看下自己的創作靈感 創作的取向究竟是怎樣 因為始終都踏入2023年 即是 孤單仔和各方面的數據都分析過 2023年將會是對姜濤的一個起飛的年 和一個相對很重要的基石年 所以她不會一次過出五首歌 她一次過 就算五首歌不同Style也好 她會不會這麼冒險的 即是如果說一句 即是Touchwood Touchwood 即是我覺得應該沒有了 如果這五首歌真的不合乎大家的口味 即是萬一 引來極大的負面評價 即是現在網民很難說 雖然我們自己姜濤一定會支持 那就會 不開心的了 姜濤會傷心的 以她性格一定會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推出了一首歌 等那個市場有反應 以及姜濤集中火力去處理這首歌 等那個市場有反應 有回饋 給一些意見 即是好和壞的意見都會有 咦 這樣就可以評定 究竟2023年那個歌曲走向是怎樣 即是姜濤在歌曲創作道路上 那個走向創作會是怎樣 這個才是一個理性一點 還有客觀上去給姜濤一個最大的工作 最好的安排 這個才是最合當的 我自己 恰如其分 這樣才對姜濤最好 我們作為粉絲 當然是 你最好一次過出五首歌給我聽 慢慢享受 讓我慢慢欣賞你的MV 那我就開心了 整個人 整個人都醒神了 但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 同理心 我今天想講一個字 就是同理心 我們要站在姜濤 我一個位置 站在姜濤那一方面去想 究竟 姜濤正在面對什麼 究竟怎樣做才是最好 我高登仔 玩數據 處理數據 很久 我真的很明白姜濤在想什麼 我知道姜濤現在的安排是怎樣 MCAV我反而不是很明白 即是MCAV有時候 那些逆向思維太厲害了 反而姜濤我覺得 是有一個正面的思想 和有一個正當的想法 我站在她的身 又站在她的地位 我站在她的位置想 我覺得出一首歌 是一個很合理的舉動 還有這個一定是 對姜濤的創作 音樂創作歷程 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和示範 是不是 時間上和體力上 亦都不容許她做這麼多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真是一個 我自己的分析 即對於網民來說 最好出媽胎出五胎一次過給我出 我就是有一點點不認同的 我站在姜濤立場 我站在姜濤立場 不可認同 但如果作為姜濤 我作為姜濤的支持 我當然越希望多東西 可以從姜濤發掘到 姜濤發表到 越多東西越開心 但我們有時候做人不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做人 不是經常站在自己立場 我們如果站在自己立場 就會變成自私 第二 特別是面對姜濤現在的情況 出一首歌 在4月30日 現在還有 3月1日 還有接近兩個月的時間 慢慢出慢慢做 不要有壓力 這個才是作為一個成熟 愛姜濤的姜濤所期望的東西 不是吹谷姜濤 出啦出啦出很多 我那些反而不是 即容許我直一點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愚見 一個看法 不過我這些看法呢 都是處於這個高登仔 愛姜濤 還有希望姜濤有一個好的安排 好的情況之下 所得出來的結論這樣 所以大家記住 真的要支持姜濤 還有要想多些姜濤的狀況 身體狀況 我覺得這樣東西是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即是如果不是呢 就 即是 適得其反這樣 我自己覺得 那當然另外一側呢 就是有關 剛剛有了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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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近來在這個 都不是近來 即是剛剛農曆新年年初七 人有惡日呢 就在這個Disney Percent 上映了 串流 獨家上映 那近來呢 剛剛 即是昨晚 Disney Percent 就更新了它的資料 封面資料 那因為Disney Percent 有六大頻道 大家記得 那就有 Disney Pixar Marvel Star Wars Lesson Logo Graphics 還有Star 六條頻道 那每一季呢 或者每一段時間呢 Disney Percent 就會更新它的封面 在六大頻道之中 選擇一個 比較他們重點推介的 一套東西呢 去Promo的 是啦 那麼呢 阿媽祖大帝哥呢 就成為呢 今一期呢 其實都 幾期的了 那就是 重點推介的影片 阿媽祖大帝哥 這樣就問了 咦 那阿媽祖大帝哥都推 推了整個月 現在都還推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意思 那就是意思 Disney Percent 非常重視 姜濤的這套顯 但是那個重點 是不是 世思 那時候的重點就是說 他把阿媽祖大帝哥 就放在Star 那條Channel那裡 即六大Channel Star那條Channel 他和這個 MARVEL的黑豹2 Pixar的巴斯光年正傳 是吧 Lessal Geographic 雷神那個 健身挑戰 是吧 Star War那個 那個 萬特洛人 Disney那個 魔法公 魔法奇緣2 即剛剛我講的 大家不明白 我說什麼就算 因為有時候不是每個人都看了 高中仔 當然都看了 加上 這個 剛剛有了第二個 在Star 這個重點 而那個片 即是我的CAP圖 更加重視就是說 它是CAP了 姜濤的樣子 是以它為一個主打的元素 去Promo 去宣傳 剛剛有了第二個這套片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六大頻道 雷神 我想 大家聽過的頻道 都有看過雷神是什麼 就是 相當於MARVEL的一個電影 那個MARVEL主角 他後來就拍了一套 健身的挑戰自我的一套片 他就放在這裡 而姜濤就拍了在他旁邊 就是說在Disney的心目中 姜濤跟這個雷神這個演員的地位身份 是一致性 是一樣這麼重要 喂 可想言之 阿媽有了第二個 在Disney Plus的高層來講 是已經這麼重視 他跟一個國際巨星 可能在Disney的眼中 姜濤是國際巨星 跟雷神那個角色是一樣的 分量 而阿媽有了第二個這套戲 也都在Disney Plus裡面 那個舉足輕重的地點 不是 地位 是非常之高的 對不對 這個CATO一出 有很多網民都發現 但是不懂得分析 所以給高登仔去分析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我的分析 在一個這麼大的國際機構 在一個串流平台 現在是No.1 全世界是Disney Plus 就是說 No.1不是Netflix Netflix已經減退了 你看新一季 他們推出一些成績表 那些什麼盈利 Disney Plus 雖然都不是說 積高很多 但是Disney Plus 是正在增長 對不對 而正正阿媽有了第二個 在這段時間 受到Disney Plus的重視 不是光說的 不是光說八話 是受重視的 是他自己的封面的設計 都是做了姜濤的樣子 他不是剛剛有了第二個的合照 不是剛剛有了 不是做阿Jer 不是做無信君 是不是 不是做彭秀慧 是做姜濤 當然人家說 姜濤是第一男主角 當然是做他 是不是 難道 難道 巴斯江年 我做他下屬做CAP圖嗎 那你們又有道理 那阿媽有了第二個 不CAP姜濤 CAP哪個人上去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很正常的操作 而且 Disney Plus 非常重視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一套 電影 明白嗎 有很多人留意不到 但是如果 譬如我們自己 全面看姜濤的 一路的 在網絡上面 宣傳 改變 成績表 就是Disney Plus 的 取向 你試試打開Disney Plus 的APP 或者電視的APP 很多時候 他們會推 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段影片給你看 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觀眾 所以這個正正的 我也很感謝 Disney Plus 對於 姜濤的支持 還有對於 她那個 阿媽有了第二個 的成績 的認同 雖然現在未公佈 Disney Plus 阿媽有了第二個 在串流平台的表現 是怎樣 但是 我看這個 這樣的promotion 看這個這樣的 劇圖 看這個這樣的 巡禮 很明顯 阿媽有了第二個 應該在Disney Plus 得到相當大程度上的支持 和串流 的特點 所以這個 就應該 很明顯 取得相當大的成績 好了 下一步 就相信 是講 姜濤 究竟 會不會和Disney Plus 有進一步的合作 我相信 如果有 現在應該在談 可能某程度上 可能真的 會不會 Disney Plus 出錢 找她拍一部影片 當然眾所周知 她現在 其實應該 Marketville 在籌備 這個藍團電影 是吧 可能 我覺得 傷鬼發展都沒有所謂 不過 辛苦一點 不過 我看回很多報導 如果跟外國人 或者是 美國的電影公司拍片 應該不會太辛苦 即是 他們有很多 保障制度等等 令到他們 在適當的時候 有適當的工作量 所以 我又不用擔心 所以 在Disney Plus 這個平台 所展示出來的 這個信息 剛剛有了第二個 以姜濤 這個劇圖為主 拍在雷神旁 很明顯 Disney Plus 對於姜濤 對於阿媽 就對於這個 阿爸就第二個 這套電影 是非常之重視 和在未來的日子 一定有不同的合作機會 所以姜濤 大把好世界 大把作品 將會在Disney Plus 上映 說不定 即近來已經有很多 不同的 本地或者外國大學 都以姜濤為一個 課題 討論課題 說不定會出自主 給姜濤 都不定的 或者是可能 姜濤新出第二套電影 那時候 他拍一套電影 拍一套紀錄片 是講姜濤拍電影 或者心路歷程 或者可能 姜濤在面對 斥責樂壇 是不是 唱鏡中鏡的時候 被這些網絡欺凌 HATERS攻擊 拍一套紀錄片 DC Plus 出錢 都不定的 這個當然是 高登仔 天馬行空的想像 天馬行空去想 但是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我們想不到的 可能有機會 就是以這樣的形式 DISD Plus 和姜濤第一次合作 都未定的 所以這件事 拭目以待 但是 我起碼在表面上 看到這個 DISD Plus 的廣告 的訊息 就是 他對於姜濤 和媽媽有了第二個 起碼很滿意 而且 他都將他擺在 DISD Plus 一個最重要的 宣傳位置 和擺位 這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訊息 給大家知道 雖然可能很多傳統媒體 和網絡媒體 不會告訴你 但是高登仔 就說這件事 讓大家留意 繼續支持 DISD Plus 另外一側 近來網友 熱話 就說 不知道大家 除了看DISD Plus 有沒有看一個 HMVOD 這個 網絡串流平台 都是看電影 電影 有沒有電視劇 看 有電影 劇集動漫 最新電影 戲院 落畫後 立刻上架的 串流平台 為什麼要說這個 串流平台 就是 原來在說 有姜濤在我這裡留言 就說 有沒有姜濤看 有沒有姜濤看 就問一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 有多一個平台 去播 媽媽有了第二個 或者是 季前菜 都是好寫的 但是 當然大家都有渠道 比如 你看媽媽有了第二個 你裝了 DISD Plus 基本上 就看得到 對不對 所以就 相當之好 但是 如果這個 HMVOD 這個 串流平台 媒體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戲 看的 比如 有《蜘蛛盒》 《Top Gun》 《珠羅紀》 還有 有一個月免費試用 欠的 但是 我自己怎麼看 首先 我的立場 就是多一個網絡媒體 多一個串流平台 去播姜濤的電影 電視劇 何樂而不為 更加好 舉腳贊成 但是 但是 你又不知道 究竟 《Marcoville》和《DISD Plus》 那個協議是什麼 還是英王電影 我不知道 因為媽媽有了第二個 應該是英王 究竟是 《DISD Plus》和《英王》 談 還是《DISD Plus》和《Marcoville》 我也不知道 這部電影 是屬於誰去談 但是 可能 經常都說自己獨家放映權 《DISD Plus》 但是當然《DISD Plus》 對於《Marcoville》的第二個宣傳 都是不為瑜伽 我都很欣賞認同的 但是 你說多一個平台 在HMVOD播放 那又怎麼看呢 我自己 意思都是說 有很多一條平台播姜濤的《Marcoville》 第二個當然 是好事 對不對 等於越多野波 就越多人去看姜濤 那就越好 這個就是我自己一貫的立場 始終一句 你的層面一定要 越來越大 越來多人支持 那姜濤的地位 才會越來越鞏固 這個就是相負相食 你經常辣著辣著 你經常覺得姜濤 不要那麼多地方播 這樣 那就 未必免會局限了姜濤的發展 這樣 所以你說 稍後我經常說 你無論YouTube Spotify Move iTunes Apple Music 越多人 博姜濤的東西 越能夠支持到姜濤 所以你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跟回那個留言 那究竟 H&VOD 有沒有 去留 即是回應這個姜濤 我當它是姜濤的意思 那就真的不知道 但anyway 如果你是新 因為我現在看 原來都幾多戲看的 在那裡 那其實 你們反正 有免費 一個月就去登記一下 雖然看 媽媽有了第二個 都看到 沒了時間 看貴前賽 都沒了時間 還有貴前賽 我自己覺得 可以在 串流平台上映 因為這個版本一定是Moveel 但有些人說 那你去回ViuTV的Apps就可以了 都是那個理念 你不是每次都有人 除非好像我們姜濤那樣 每次特意去安裝ViuTV 去看那部劇 這樣安裝下去 又要搜尋 但你說不是 如果貴前賽在這個 Decippus 或者是 叫做 剛剛我的HOD Ready 那裡 有一個平台 去播貴前賽 可能我的點擊 和支持度又不同了 可能外國人又看得到 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ViuTV這個Apps 究竟 譬如我簡單說一句 美國不知道看不看到 對不對 美國可不可以通過這個Apps 看回 因為是否一些本利創作 還是一些 要安裝一些VPN 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起碼 這件事 真的我們要擴大 播放錄 如果有機會 姜濤能夠 在不同樓平台的 機會 播放錄 我相信 他的影響力一定 不至於此 好像媽媽有了另一個 所以你說 如果在別的平台 有播放 媽媽有了另一個 這套電影 可以播放 是否一件好事 當然是一件好事 直接是 可以將姜濤的地位 跟進一步 所以這些 這些討論和提供 我覺得 姜濤 即是 我覺得是姜濤 就算不是姜濤 也是姜濤的支持者 起碼 都是一個先聲奪人的安排 所以 所以這個 絕對高登仔 舉腳贊成 越多平台 在這陣子 也好 在這陣子 播放姜濤 剛剛有了另一個 和 叫做 歸前菜 所以 當然 現在DISDiPS 獨家 我不知道 獨家的情況 是簽到幾時 簽一年 兩年 還是幾個月 真的不知道 這些商業秘密 但至少我自己都支持 姜濤 在不同平台 可以播放的作品 這個才是對姜濤的發展 和那個 更加多認同的階層 層面 擴大 即是永遠我們 只要幫姜濤擴大 才可以幫到 他穩定那個 這樣的地位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另外一單新聞 就是國內的新聞 近來 國內的串流平台 真的很HIT HIT在什麼 HIT在姜濤 近來又HIT在什麼 每樣東西都很HIT 關於姜濤 但近來的HIT 就是這樣說 近來有很多 國內的串流平台 播放姜濤一些 叫做個人大頭片 什麼叫做個人大頭片 最早出現就是韓國 記不記得韓國有很多女團 當然是說少女時代 直到現在 Blackpink 那個年代 有很多人就拿著一部手機 就叫做專注自己一個偶像 拍 直接 因為她女團很多人一起表演 但她基本上這個過程 她只拍著她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甚至是大頭整個表演 譬如可能 MIRROR成員 可能就這樣唱一首 We are all We are all 但這個又不是很恰當 因為沒有現場演繹版 譬如可能 唱 總之是唱 以前可能 一些團歌 那樣 下面有粉絲 只是把她的手機 對著姜濤 拍著姜濤整個過程 只是拍她一個 這些就是個人的大頭片 國內 近來就有很多 這些雨後春筍 這些片 去展示出來 去拍姜濤 當中有幾條 非常之大印象 就是她拍姜濤 我想不單是用手機 但她應該是用一個很高清的攝錄機 去追著姜濤去拍 這段片 我自己 在香港的串流平台沒有看過 at least 但這段片 在國內的網絡平台 非常之受歡迎 很多人追捧 我想 來來去都是我的這樣的評論 我們自己都知道 當然是帥仔 唱歌好 跳舞有型 等等 還有其他很合拍 還有很高清 質素很好 這些 我不知道 為什麼香港很少這些 可能 追捧姜濤的 就是我們姜濤 不流行追著姜濤來拍 還有可能有時候 拍這些都要很守定 還有設定好工具 可能有時候再長 就未必有這樣的事情 但anyway 我就發現 原來國內的網民 都很有心思 他能夠把愛姜濤這個行 這個這個這個 愛姜濤這個行為 去付諸實行 而這些付諸實行 是相當之有質素和藝術性 令到大家對於姜濤那種熱愛程度 有真無減 這樣不同的平台 即是在國內的串流平台 就會出現得很多 近來就很多這些大頭 我試過看幾分鐘的片 整條片 都是追著姜濤的大頭來拍的 相當之有滿足感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看這些片 相當之開心的 你看著姜濤的大頭 一路追著去拍 一路聽著去唱歌 或者說話 相當之滿足感 那這些就是我想高燈仔 自己在另外一些片中 看到一些這樣的做法 即有時候我自己 都有一個看法 就是下次我如果可以現場 再看多一次姜濤的話 我就拿一部很漂亮的相機 即是可以拍短片 現在相機其實可以拍短片 就拿個大鏡頭 zoom得很近的拍著姜濤 等大家可以再欣賞一下 可以讓她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做訪問也好 那這些就是我想 想當年紅 即韓國名色這麼紅的一個 其中一個做法 粉絲對她的一些貢獻 那這個就 真的我覺得值得參考 還有值得一個很好的啟示 即對於高燈仔來講 始終我覺得支持 我們的偶像 是不是支持我們的 心目中最愛的姜濤呢 應該有不同的方法 和不同的安排 可以嘗試一下 即是你不知哪一個最好的 可能一爆 做了這件事出來 就可以令到姜濤更加多人認識 所以這件事 即是沒有人知道 究竟會下一步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自己的取態就是說 如果對姜濤好的 任何方法我都會試 就是這麼多 那麼呢 最後就要講一下 一些姜濤的行事方式 作風 自己網民都對於不洩 有一個很重要的利稱 因為最近我跟一些姜濤或者一些網民聊 原來很多人覺得 Haters和網民呢 是畫了等好 那些人覺得Haters就是網民 網民就等於Haters 那我告訴你 兩個觀念來的 兩個不同的概念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網民 就是你自己平時上網 瀏覽不同的串流平台也好 FORUM也好 自己社交媒體也好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立場 但是Haters呢 有它的立場 有它的取態 譬如 它有 可能高登仔的Haters 專門呢 在高登仔的一條頻道那裡 就留惡言 就表達不滿 那整天呢 就吹無求之 雞蛋類挑骨頭 也都是正年人 可能一些姜濤的Haters 就是這樣做了 但是這些人呢 是不是網民呢 是 多數都是網民 要不然他們不會通過網路上面 有那麼多資料和資訊 去進一步去打擊 抹黑這樣 但是網民 會不會Haters呢 那不一定是 網民只不過是一班 喜歡上網 或者是 喜歡 去了解多些網上 或者看消息的 他們未必有特敵立場 可能他們什麼都不Hate 可能他們什麼都Love呢 對不對 很難說的 所以呢 近來呢 叫做 姜濤的Haters 經常出言 抹黑 阿癡 阿癡 有些網民呢 我看他的留言 我分得出 姜濤的留言 和普通網民的留言 分得出 近來多了很多正義的網民 留言就說 好心你們不要經常去 阿虎 找姜濤的一些不好的事出來說 第一 姜濤不會不好 第二 你們那些只不過是抹黑 還有 亂按 雞蛋裡挑骨頭 所以很多網民都很正義 我看到這些留言 當然很開心 你知道的 如果姜濤呢 面對這些Haters 不會去到這個地步的 會留言 那個 Style 普通網民是分別得到的 所以 你說姜濤的認受性 是不是加大了 加強了 我告訴你肯定是 是不是多了姜濤 新的姜濤 告訴你肯定是 是不是多了網民支持姜濤 就憑這些 留言訊息回應 我們就知道普羅大眾 俗稱 我們叫做網民 是多了人支持姜濤 以及多了人去疼姜濤 但這些 未至於去到姜濤 未至於去到真是很堅實的 姜濤支持者 但at least 我們發現這個趨勢 正正就是我們的努力 以及姜濤的努力 他再次表演 在舞台上再次發光發現 再次表演 他的努力 以及他的訪問 他的活動 玩遊戲等等 我想都得到很多外間不同的人的支持 而這些人呢 他本身是沒有立場的 他本身不是姜濤 不是一些很喜歡姜濤 甚至很喜歡MIRROR的人 但是他看到姜濤在大眾面前 然後在網上看到這些hater的留言 惡言惡恨 那就開始要作出一些平反 幫姜濤 不是幫姜濤 而這些正正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 你看他普通到 就是一個普通的網民 沒有一個特定他真的很喜歡姜濤的立場 正正這些就是一大支持姜濤的一個勢 一個勢頭 一些力量 這些反而都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繼續去愛護這些網民 就是如果他們愛護姜濤 我們就愛護你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樣 所以這件在網絡上 都是一件美事 我自己覺得 起碼多了人支持 我想普遍上網民 對於姜濤 對於姜濤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正面的印象 如果不是不會有那麼多人 這樣去留言去支持姜濤 是不是 這樣 這樣就是這樣 今天就差不多了 講姜濤的綜合新聞 今天是2023年3月1號 3月的第一天 有很多姜濤的新消息 好消息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姜濤的消息 支持姜濤 當然支持高登仔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今天這段片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감사합니다 我們下一次的青菜 還有一櫃 一櫃 然後我們繼續在一起